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VChen 播出的日期是5月17日星期日 早前黎智英接受了台灣傳媒人趙少康和尹乃青的訪問 剖析了一些從未曝光的觀點 我們今集會和大家看看 包括黎智英對台灣的看法 對近日涉嫌刑事恐嚇東方日報記者的看法 以及透露他準備好坐牢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黎智英終於赤裸裸地公開承認 他很想CIA和其他西方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還有黎智英竟然公開與港獨分子割席 港獨分子成為了黎智英的棄卒 另外一方面 台灣亦成為了美國的棄卒 在5月18日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呢? 我都會在這段影片跟大家說一下 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了 支持我 支持我的觀點 記得要讚好 以及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 黃梅和攬炒派不想他們知道的真相 趙小康和雲乃青都是我會追著來看的台灣時事評論員 如果大家早前也有留意過我之前拍片說 我都經常會看TVBS的少康戰情室 就是趙小康做主持 雲乃青是一個常設的嘉賓 早前他們在YahooTV的節目 鄉文來沖康訪問黎智英 我都截錄了部分片段給大家看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完整條影片 我都會把整條影片的連結放在這條影片的內容 你看完整條影片 又會有什麼看法 你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黎智英說了很多從未曝光過的觀點 我覺得黎智英的思緒有點混亂 一時就說被法庭禁來講有很大的影響 但一時就說沒什麼影響 因為他們集團的CEO已經在台灣幫他打理業務 我就覺得他不僅前言不對後語 他對事實的掌握也不太準確 說到台灣好像不可以沒有《蘋果日報》一樣 主持韻黎智英都忍不住反駁他 我們去片看吧 政治促進對我影響其實是 第一我不能夠來台灣的業務 不能做 第二我很多外國有外國的 的約會我也不能去 實在對我現在來說 就是 對我的左黨不是很大 反正我已經沒去台灣幾個月了 我真的要去了 但是整個案件這麼小 我只不過跟這個人 講了幾句出口 跟他說你再找我 我也找人找你 跟他說你再找我 我也找人找你 而且呢 我看 那個 六四 我們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出來示威 不一定有人帶頭 就每個人穿黑的衣服 黑的褲子 你就要對法律負責任 這個一找就遇了 一找就準備 我要坐牢就坐牢 我準備了 我準備找奴隸 要坐牢我就坐牢了 好 那國際間你這個事情 拘捕以後 包括美國 包括英國都 非常關心 你被拘捕 所以他們就說 你有受到外國政府影響 甚至受到CIA影響 到底有沒有 然後你支持港獨嗎 第一我從來沒 我從來反對廣獨 可是在反送中的這個學生裡面 其實有很多人 是已經打著這個港獨的旗幟了 台灣是個民主的地方 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民主就有 它有自由的聲音 有多元的聲音 有自由 但是台灣你看得到 現在保護 台灣民主跟反共的報紙 也沒有幾家嗎 不會啊 蠻多家的 沒有 哪裡蠻多家 你的反共的很多啊 自由時報也反共啊 自由時報也反共啊 三立也反共啊 很多台都反共啊 台灣還算比較多 還很多啊 沒有 不多啦 其實不多 您剛剛說您不支持港獨 你支持台獨嗎 支持台獨這個是很 非常是敏感的 我作為一個 我不是 我搬過台灣人了 這個這麼敏感的 而且我是做全媒的 我就不好說出口 但是呢 現在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台獨 台灣 跟獨立已經沒有分別了 台灣有這個政府 有這個制度 有這個民主 你說他 台獨不台獨 這個已經不是問題了 不是什麼意思了 其實呢 黎智英向楊主子求救 最應該就是接受西方的傳媒訪問 公然到這樣了 黎智英在影片上也有說 兩辦根據基本法第22條 另外也有第12條 行使他的管轄權是不合理的 但隨即他又欺求西方勢力介入 自己國家去管轄就不合理 但西方國家管轄就合理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呢 而且呢 懂得看一定看一些留言 其中一個觀眾的留言 是非常值得的 那個觀眾就說 反共反成感 都可以自由接受訪問 可以這樣去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 還說什麼不自由呢 比台灣自由得多啊 台灣呢 如果大家知道 他罵蔡英文質疑他是假博士 都會被人告 第一點想跟大家重點去說 他影片的內容就是他近日 對涉嫌刑事恐嚇東方日報記者的看法 他就形容刑事恐嚇是很輕微的罪 之前也有跟大家拍片說 就是刑事恐嚇根據香港法例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二十四條 最高的刑罰是入獄五年 即是如果這樣也叫輕微 我真的不太明白什麼叫重罪 看到黎智英的手法意識這麼薄弱 也可以解釋到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都會跟著他犯法 在訪問中他也承認他有個用粗口 去問候東方日報的記者 他也承認了他向東方日報的記者說 你再找我我就找人搞你 而且他還說他早已準備好坐牢 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坦誠 他覺得是小事 但不知道法庭會不會覺得他這樣說是有悔意 大家知道 待會又是一些求情理由 我們就拭目以待 更加語出驚人的就是 他說台灣和獨立已經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他就說不支持港獨 大家看看 港獨分子一下子就成為了棄卓 他說他從來都是反對港獨 但是呢 待會他又說 他對本土派是越來越同情 即是又立即戴上頭盔了 根本他的說法就是無寧兩可 整個訪問看到他前言不對後語 但最清晰的訊息就是他自己也承認 很想很想西方國家可以介入香港事務 想西方國家介入的當然還有台灣 台灣近日很多事發生 5月20日就是蔡英文的就職禮 而民進黨立委蔡奕如 在這個緊張的時候就要求修改兩岸關係條例 在當中刪除國家統一這四個字 這樣做其實就形同走向法理台獨 自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之後 他拒絕接受九二共識 台灣的國際空間不斷在圍縮 他的所謂邦交國也從22個大幅度跌到15個 為什麼跟大家說這個背景呢 是因為美國和中國的角力 台灣就成為了美國的一隻棋子 5月18日星期一就是世界衛生大會 也是俗稱的WHA WHA就是Well Health Assembly 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其中一個大會 台灣直至5月16日都沒有收到邀請 但其實由2009年到2016年 台灣都能夠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以觀察員的身份去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因為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原則 中華台北自蔡英文上任後 就不能再做觀察員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被認為中華台北最有機會可以重返WHA的一年 但是台灣被推到最前 以疫情謀台獨之際 在台灣最需要美國的時候 美國做了什麼呢? 美國在網上動員網軍 在Twitter推文 Tweet for Taiwan 叫大家去支持台灣參與WHA 另一邊商 美國也拉攏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國家 即我們俗稱的新白國聯軍 聯署去信世界衛生組織 要求給台灣參與WHA 簡單來說 美國只是寫信上網 而真正提案要求 邀請台灣參加WHA的國家 不見美國的身影 美國也坦白說 他不願意在WHA會議上 為台灣參與作出提案 台灣需要找到所謂友邦為他提案 美國連提案都不敢做 就說今年不適合 因為擔心對中國太強硬 可能會引來反效果 所以未去到5月18日 中國已經先贏一仗了 再來就是 就算提案在WHA可以付諸表決也好 大家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夠不夠票呢? 美國參眾兩院 早前有反中議員寫信給超過55個國家 呼籲他們支持台灣參與WHA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WHA有194個會員國 55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 也就是說佔現在WHO成員國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如果在5月18日 WHA可以投票表決的話 就算這55個國家都投票支持台灣 支持美國 美國和台灣都會輸得很難看 中國就會再贏一仗 我們都密切留意5月18日 WHA開會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看看美國 將台灣參與WHA的期望值 推到這麼高的時候 台灣會怎樣失望而回 我們都可以密切留意 台灣這麼真心對待美國 事事都是站在美國那邊 台灣真正在國際場合上 需要到美國的時候 今次這個WHA的事件 就證明了美國 絕對不是真心對台灣的 它只是將台灣當成一隻棋 當成與中國對抗的籌碼 早前我的影片也跟大家分析了 美國抗疫不力 只剩下一把口 英文就有句說話 就是paying lip service 也就是說 只剩下一個嘴在動 就不做事 像不像我們香港攬炒派的政棍呢? 他們口說一下 煽動別人的子女犯法 令別人的家庭破裂 自己就家庭和睦 再享政治紅利 大家看到中國在國際平台上 如何抵抗外敵 抵抗新的八國聯軍 希望國家可以繼續穩定地發展下去 但是台灣和香港 如何成為西方勢力的棋子 拖著祖國後腿 香港遲早一日都會和台灣一樣 隨時成為棋卒 到時香港的勇武派就是棋卒的棋卒了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和媒和攬炒派 不想他們知道的真相 希望更多的勇武派 更多的親美人士 可以看清楚美國的真面目 最重要的就是 訂閱我陳榮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下一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的話記得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 陳榮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如果懂得更多的影片 按旁邊的香港ist嗎? 或者哈記 或許最多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